健身能让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,更能让你有一个完美的身材,身材好了不仅可以愉悦自己,还可以吸引别人,这不,在路上迎面就碰上了大打直接的女生夸你身材好,你正开心着,但谁知道她夸的是站在你身后的肌肉行满,不知你此时的心情是怎样,随着健身的热潮愈演愈烈,爱健身的人多了起来, 身材好的也多了起来,女生对于男生的审美,除了要求颜值之外,在街上遇到身材好的人,也会大胆直白的说出来,所有的语言也是相当直接,什么身材真好,夫妻真漂亮,人与见真酷之类的,在爱美之间人皆有之,敢于表达自己对于健康强壮身材的欣赏也无可厚非,可尴尬的是,当你走在街上,有女生迎面走来, 突然夸在你身材真好,就在你想要应对的时候,却发现人家直接绕过你找到了身后的肌肉行满,这是能表达你心情的只有一句话,扎心了,女生在万千人群中一眼就看到了肌肉男,连忙走过去夸在肯定对方的健身成果,对她的激动身材不停夸奖,当走到两位女生面前说,你身材真好, 两位女生以为在说自己,当转护头却发现是对后面的肌肉男说时,两位女生表情有些夸张,嘀咕几句哈哈起来,估计也在感叹,现在的女生也太开放了吧, 这一次女生和肌肉男的见面,是在一个男生面前,看见女生朝自己走来,男生还以为是自己的魅力是人,谁知女生却完美的绕过了她,那写的尴尬写在脸上,除了苦笑一生还能怎样,女生又和肌肉男相遇, 再次旁若无人地说出对于景看完美身材的钟爱,当她走到两位女生面前说,你身材真好,再转身去发现说的是肌肉男,两位女生笑了起来,即使走远的孩子频频回头观望,与女生相比,男生遇到这种情况更会觉得手足无措,这个黑衣男显然觉得女生是走向自己的, 但当她无情地往身后走过之后,女子们先试惊了,后续尴尬一笑,当这位女生走到这两位女生面前说了句,你身材真好,他们回过头去发现说的是肌肉男,两人对视的笑了起来,自始至终一直看着女生对肌肉男的一举一动,特别是当女生对肌肉男的身材大家赞赏的时候,笑得更欢了, 是不是也说出了他们的情伤,这个男生显然有些自作多情,感觉连手都要伸出来了,结果又无奈地收了回去,看了一眼肌肉男之后似乎也死心了,谁叫自己的肌肉拼不过呢,碰上女生往往反应都比较激烈,可能实在不适应这种直接的表达方式, 其实勇敢表达自己也没什么不好,毕竟热爱健身的男生不常有,扬眼的肌肉型男更是可遇不可求哦,这个黑衣男的反应,明显是受到伤害了,用手捂住头部,感到难以置信, 单纯羡慕肌肉男有这样的待遇是不够的,管住嘴,迈开腿,健身练起来,相信身材变好的,你也会大放异彩,看完上述内容,你有什么想说的,欢迎在下方留言说出你的看法,想要健康的身材, 从现在开始,推荐一套徒手锻炼步步的健硕动作,每个动作10到20次,两组以上,喜欢的请收藏,希望对您有所帮助, 让我体坐出脚尖,坐姿收腿,让我举腿,支撑凑体息,让我两头起,坐姿转起,贵在坚持,喜欢请关注激素健身,获得更多健身知识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